台风级核潜艇 目的就是为了达到相互保证毁灭原则 与它的对手 美国俄亥俄级相比 体积近乎是俄亥俄级的两倍 装备20个导弹发射管 装载SSN-20弹道导弹 其射程达到8300公里 可以让台风级打击到 与它同处一个半球的任何一个目标 台风集合潜艇是目前世界最大体积 和最大吨位潜艇记录保持者 美国对朝动作不断 普京一句话让美国开始谨慎 想知道的话 关注微信公众号超级军事迷 恢复普京二子 它拥有钛金属制造的外壳 全长173米 宽24.6米 高42.7米 相当于一座十层大楼 水面航行时吃水深13米 水下排水量可以达到2.65万吨 水面航速达到每小时30公里 潜航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公里 最大下潜深度500米 持续潜航时间达到120天 由于艇体不宜巨大 加上用了过多钛合金等价格高昂的材料 使得台风集合潜艇的造价高得十分吓人 当时造价为5.7亿卢布 而内饰汇率为1美元兑换0.6亿卢布 所以台风集造价相当于9.5亿美元 要知道同期建造的排水量 10万吨级的美国尼米兹核动力航母2号舰 艾森豪VR号造价才7.44亿美元 俄罗斯这一动作让人竖起大拇指 让安倍再次心惊胆战 想知道的话 关注微信公众号超级军事迷 恢复动作二字 更惊人的是这种潜艇巨大而精确的破坏能力 台风集合潜艇携带20枚SSN20洲际导弹 这种当年被北约称为巡逾的导弹 使用三级物体火箭推进 每吨导弹重90吨 携带10枚10万吨当量的分弹头 采用惯性制导 在8300公里的最大射程上 误差为500米 也就是说 这种潜艇携带的导弹 可以从俄罗斯领海 打击美国本土的任何目标 除这些战略导弹之外 台风集合潜艇还携带6具鱼雷发射管 以及22枚反潜导弹 以共自备用在台风集合潜艇上 这种巨大的潜艇在水下横行时 灵巧而易于操作 噪音非常小 难以被声纳所发现 台风集合潜艇是典型的冷战产物 是美苏争霸大环境下诞生的怪物 因为在冷战时期 苏联超越美国常用的手法 就是把武器装备造得比美国大 台风集合潜艇 安-124运输机 安-225运输机 图-160轰炸机等 有着世界之最称号的装备 几乎都是在此理念下诞生 而美国当时造出了 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 为了超越它 我们必须研制出更强的潜艇 就是鲨鱼级 这也就是台风集诞生的原因